那第二個部分我們稍微花一點點的時間來看一下這個影像繪勢該怎麼做 OK 那不要忘記我們剛剛說這個階層圖對於音樂覺來說也是適用 只是它今天一樣是繼承在這個AXIS的影像 一樣在AXIS的影像 那各位先看一下這張圖 各位看這張圖會覺得看得出什麼東西來嗎 這個大家看得出什麼所以阿們 張圖裡面其實是有東西的 如果各位現在做個簡單的想像 如果你把數值 我現在告訴你如果數值越大的 你就把它想像成是越白越亮的 如果現在數值越小就把它想成是越深越黑的 那請問你現在在裡面看到什麼東西 這很像那個駭客任務一樣 為什麼他們看那個數值資料都可以看這個東西 如果我把我的這個我現在去找 大家看到其實在左上角 左上角好像這個數值阿都是好像兩位數字 都是兩位數字 那但是在中間某個部分好像很多都是三位數字 都是三位數字 如果我現在把那個兩位數字跟三位數字的這個邊界 或是它輪廓給它框起來會長什麼樣子 應該要長這樣 就像我們說好假設這邊 129是一個蠻大的數字 從這邊開始 129 因為旁邊都是兩位數 那它是129 然後你就沿著 都是三位數字的這個邊邊去走好了 然後180 236 205 這邊有個145 142 這個395 189 然後這樣 不講 這樣把它連完 像這樣 好 那下面有一個邊邊 這邊有134 然後這邊走到162 202 像這樣 這一塊好像跟其他地方不太一樣 大家應該看出來 它的數值是比較高的 那實際上 它其實是 一個這個影像的一小部分 各位大家知道一件事情 我們今天在看所謂數位影像 或是我們在看照片的時候 它一定都是一個有限大小 那以這個例子來說 它其實是一個非常模糊 一個35x35的一個影像 OK 那這個影像 如果你把它打開來看 就像你看到這邊 為什麼它寫的是一個 這個 35x35的一個Double Array 其實它裡面可能就是這樣一個數字 只是為什麼 電腦 可以幫你把這種所謂的 數值資料或數值矩陣 轉換成一個影像 是因為它可以幫你去做一個 色階的對照表 我今天如果可以幫你把某一個數字 就對照了某一個灰階程度 那 我依序把它顯示出來 就會像右邊這樣的一張圖 OK 大家猜得出來是什麼東西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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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地方 好 實際上Manab提供了這麼多不同的Image Display Function給你 但是他們使用方式不盡相同 而且各自是使用在不太一樣的一個地方 我們回到上一頁,如果你去看上一頁的話 你會發現當初這個Image Show在設計的時候 它其實是For Display Great Scale Image在用的 所以你會發現剛剛我們用第二種劑法 就是Image Show後面括號Image豆點中括號的時候 它會得到一個比較正常的一個灰燼影像 但是剛剛這個Key法 有中括號跟沒有中括號差在哪裡? 在我們一般顯示所謂灰燼影像的時候 我們其實都會預期這個影像裡面所儲存的數值 都介於0跟1之間 0跟1之間,所以0代表是黑色,1代表是白色 但是問題是在我們實際上影像 比如說這一筆MRI的影像裡面 你會發現它所儲存的數值 其實都介於我們剛剛看到是幾十幾百 這樣的Key法 那這樣的範圍很明顯都超出1 那對於Map來說 如果你直接用Image Show去Display一個 去Display一個Image 然後它的範圍是遠帶1的話 它會通通都把它設成 最大的就是白色這個顏色 所以在這個視窗上其實有看到一個小小的 這個右邊主過來第四個有一個小小的圖示 這個我們稱作Color Map或Color Bar 各位可以看到 就是這個右邊主過來第四個這個 你可以點它一下 它會告訴你它現在所顯示的範圍 只進於0到1之間 超過1的通通都叫做白色 超過0以下就是負值也都叫做黑色 所以這件事情會導致你這個 這個Display的效果很差 就是一堆白色 但如果你剛剛在這個後面加上中方號 Map會自動幫你去調校這一個 我們說顯示的數值範圍 所以當你打上去之後 這一次如果你再按一下這個Color Bar的動作 你會發現 它不然把顯示範圍從0一直拉到1400 1400 所以你最多這個白色其實指的應該是 就是數值等於1400不是等於1 這是一個不一樣的情況 那再來 如果你換成剛剛那個Image的時候 又會發生什麼事情 Image會預設 因為它預設不是給灰階影像用的 所以它會用所謂的一組叫做 這個Jet Jet的這個色階 我們可以打開看一下 如果你直接Image 一樣 我打開這個Color Map 你會發現它的色階 是不像剛剛一樣是灰階 它是從藍到紅 這一組色階表 我們稱作Jet 就是Jet Jet 這樣的一個指令 你會發現 以Image來說 它沒有像剛剛那麼糟 它沒有一片白 但是也不怎麼好 因為它預設這個顯示範圍 是接於0到64 這樣的一個範圍 所以超過64以上的數值 也通通都變成紅色 所以Background都是藍色或黃色 但是Tissue的位置通通都是紅色 OK 一樣的 它可以自動幫你去Shift這個顯示範圍 你用Image加上SC 好 那你看到這個圖形 再打開這個Color Map 你就會發現 誒 發現它們重新Scale 從0到1400 1400 不會是剛剛只有0到64 所以你可以看出一個 比較完整的一個設計範圍 所以現在到目前為止 告訴你兩個訊息 第一個 當我們在顯示影像的時候 數值的範圍很重要 如果你所顯示的數值範圍 遠不足你實際上影像所儲存的數值範圍 就會導致失真 它會導致你所有的數值 通通都被Assign到那個 你所允許的最高階的色值 那第二件事情 同樣都是儲存64 或同樣都是儲存1400 為什麼在某些情況下可以是白色 某些情況下其實會變成紅色 關係在你所使用的這個Color Bar 或是我們說Color Map 就是這個色表 我們所使用的色表 如果你監控到1400 代表的是紅色 它就顯示紅色 如果你透過1400 代表的是白色 那它所顯示的就會是白色 這是完全不一樣的事情 所以各位開啟一下這個檔案 開啟下這個檔案 就是Image Color Bar 這個檔案 你直接去按下執行 你會跳出 理論上應該跳出三個Figure來 那第一個Figure是那個 Resolution不一樣的一個比較圖 那Figure2跟Figure3就會告訴你這兩張圖 分別這兩張圖 第二個Figure是左邊的灰階 你可以一樣去把它的Color打開 找你就會像左邊這個樣子 那Figure3 如果你去把它的Color打開 就會像右邊這個樣子 所以你會發現在 特別是醫學影像 醫學影像 我們常常會喜歡在不同的Case上面 套用不同的一個色階表 原因是在 比如說我們看一般的T2影像的時候 我們會習慣用灰階表 但是我們某些情況下 比如說我們想要去Enhance 它的這個Bone的位置 我們可能會在T2影像上喜歡用 這個 這個好像沒有一個名稱 它就是從黑漸層到藍 再從藍漸層到紅 再從紅漸層到黃 再從黃漸層到白 這樣的一個色階表 所以這樣的一個好處是 它可以把 Background跟Muscle的訊號 因為Background跟Muscle通常都是訊號比較低的位置 會侷限在黑色跟藍色 就是我們說比較深層的顏色 但是骨頭的位置 或是我們說這個Fat 就是這個脂肪的位置 它其實都會以白色跟黃色、紅色這種 比較暖色系的 這樣的顏色色階來做一個區分 所以你可以很快的 如果很快就可以告訴你說 暖色系其實都是這些Bone跟Tissue Fat Tissue的位置 但是這個藍色都是Muscle 那偏黑色都是Background 可以有這樣的一個好處 所以這是當你把這個Cowbound 如果你有本事把它調好 它其實就可以針對不同的需求 可以顯示出不同的對比度來 這是音學影像上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個課題 那我們就來教各位怎麼樣 去設定這個所謂的色階表 這個色階表 各位要去設定色階表 各位要先了解這件事情 就是所謂的RGB RGB這樣的一個Color Style 那我們會稱作RGB的原因 就是它其實是由Red 有Green 有Blue 這個三元色去做混合而成的一個色表 所以你可以試試看 比如說各位先在這個UISetColor 先在CAMINO 它先Key上這個UISetColor 這個指令 UISetColor 你會跳出一個小小的一個 好像色表來 那這個色表 你當然可以隨便去選取一個顏色 比如說我選取黃色好了 我選這個顏色 我點它之後按下OK 你會發現在CAMINO上 就會回傳三個數值給你 以這個Case來說是1、1、0 這意思代表是它的紅色是全開 叫做1 綠色也全開 叫做1 藍色是光的 所以叫做0 OK 那 這是光的三元色 所以光在這個三元色混合之後 其實Overlap就是白色 1,1就是白色 紅色跟綠色相混是黃色 這跟我們那個畫水彩 或畫那種 那個顏色三元色是不一樣的 這是光的三元色 你可以回去 那個Wikipedia一下 你可以知道 好 那這個 這個裡面 如果你想要去嘗試不同的顏色 比如說你在開啟是UISetColor 比如說我想要去挑別人色 你可以在下面按一個More Colors 你會發現這個More Colors 裡面提供很多不同的Color Style Color Style 不是只有RGB 有很多不同的這個 如果你有玩過那個Photoshop 或是你自己會喜歡修圖的話 你可以知道其實 有非常非常多不同的這種 這種色階的定義方式 那我們現在用的是RGB 所以請你切到RGB這一個分頁上 那這邊就告訴你說 你其實這邊有紅綠藍 就是這個Red Green跟Blue 這三個顏色 你可以去做一個混合的一個動作 那下面這一塊就是 你混合出來的一個顏色 比如說你現在開到最大 它在這個程式裡面 它是用0到25 但是在Metup裡面 我們用0到1 就是我們都會看到一個用法 比如說我們現在拉到最後面 就最大 比如說我把這個藍色關到最小 你看這個顏色就會變成黃色 如果我把綠色也關掉 它當然是紅色 如果說我把這個紅色關掉 就變成兩個都是0 那就是黑色 或是我只開這個 那它就藍色 所以用這個關係 你可以去混出很多不同顏色 比如說我想要橘色 我要怎麼混 橘色怎麼混 橘色就是一定要黃不黃 又紅不紅 所以它就是各一半 所以你可以透過它的這個數值 它不見一定要是0 它可以是0.幾 所以你可以透過這種方式去混出 各式各樣不同顏色 所以這個是我們說RGB的一個混合表 所以11 當然是白色 0.0.0 黑色 然後這邊就是紅色 綠色 藍色跟黃色 你可以依序自己去試試看 你可以混出什麼不同顏色 那你在剛剛那個裡面 只要你選定任何一個顏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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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下確定 它就會直接回傳那個數值給你 比如說像我剛剛選的顏色是0.6 0.4跟1.0 所以你要 always記得 如果我們要定義一組顏色 我們就需要一個1乘3的factor 一個顏色叫1乘3 不是一個數值 所以剛剛為什麼我們在說 你看我剛剛在打這個 set 我說figa 我剛剛不是說figa 我可以去調它底色嗎 用color 我可以用white 我為什麼也可以用這個 為什麼我也可以用三個數值 比如說0.0.0 然後1.1 1.1 那其實都是白色 那我們剛剛說 如果你要黃色的話怎麼辦 就是1.1.0 像這樣 所以你可以自由自在地去設定 你想要那個色階表 那如果我們今天要兜出一個所謂的 color map 或是color bar 就是我們說它是一個色階表 那想編你就不應該只有一個顏色 你應該要好幾階不同的顏色 那 這個概念你就會想 比如說我們現在這個color map 比如說它應該會堆出一個 是一個 比如說n乘3的一個矩陣 那如果說你是一個2乘3 就代表它只有兩階的色階 那如果說第一階是00 第二階是11 就是它只有兩個色階 就是白色或是黑色 就是兩個不同的情況 那在map裡面 你所定義的色階表 最多不能超過255階 其實是256階 這個數字應該不太對 但是一般我們會習慣講0到255 所以最多其實應該可以到256不會有問題 最多只能有256個色階 就這麼多 OK 如果你超過它的arrow 它的arrow不見得會用紅字 它會在display的時候 會讓你出現很尷尬的顏色 你到處看一次吧 所以記得我們在定義這個色階表的時候 你把os是最多256乘上3 你可以少 你可以是1乘3 那就是大概都是一個顏色 2乘3就只有兩個色階 那我們怎麼樣讓map知道 到底它應該對應到的是哪一種 哪一種這個顏色 那實際上 我們做的事情就是這樣 就是你用這個 每一個raw就會對應到一個數值 比如說我今天這個第一個raw 會對應到這個影像上的1 假設我這個影像上的數值 剛好只有在這個0到256之間 那我影像上的0 理論上就會對應到第一個色階 255就會對應到第256個色階 OK 所以它會是一個1對1的一個對應關係 第一個raw就會對應到0 第一個最小的那個數值 第二個raw就會對應到0 就是第二小的一個數值 這樣的一個關係 所以各位稍微key一下這個 你試試看這個東西 如果我們現在只想建立一個 比如說2乘3的一個方塊色表 我們可不可以做得到 你試試看你就key x等於456換行312 然後你就打上image 括號x 這個x50 你要大寫就大 都是大寫 要小寫就都是小寫 然後你就自己定一個car map 你看car map我是一直換行喔 但是每三個數字我就換行 所以我現在有六個數字 我就定義六個raw給他 先key上面這四行就好 你最後一行 x10 off 你不key沒關係 它只是關掉那個圖 找個有沒有這樣 你key完上面三行 你應該會看到右上角 這樣的一個節骨 跟著各位一起 x10456 這叫空格喔 然後換行 1 3 2 這樣 然後我就直接imagex 如果我現在這樣做 會發生什麼事情 你會發現一片藍吧 為什麼 因為它現在用上 預設的一個色階 就是我們剛剛說這個jent jent它本身定義64個色階 但是很不幸的 你剛剛用了前六個 我們剛剛說1 2 3 4 5 你有六個數字喔 前六階都是在藍色範圍裡面 所以很醜 就是一片藍 只是這個藍好像有深減差別而已 那我現在就想要替換掉這個色表 我就打下面第三行 我打car map car map car map後面所輸入的 就是我剛剛說一個n乘3的一個矩正 n乘3的一個矩正 所以我就這樣key 我第一組顏色就先給它 按照第一個 你看100應該什麼 紅色因為rgb 那第二個顏色是什麼 010就是什麼 綠色 第三個顏色001是什麼 藍色 那再來110黃色 你記得那個1跟0都要控格 我幫你用arrow 110 110完是011 反正就是好像c3取2的排列組合 你自己玩一下 101 好 像這樣 我把剛剛那個 誒 剛剛那個figure給它打開 再放旁邊 我現在只是多加上一個color map 我去替換它的color map 它整個成績出來的顏色就完全不一樣 為什麼 因為我所宣告的這個色階完全不一樣 我現在宣告已經是紅綠藍黃這樣子 所以它現在就不會像剛剛一樣就是一片 因為它對應到你這個色毛表 這個色階表去替換你的顏色 可以吧 那你試試看如果我現在聽最後這一行 如果我知道rgb3接 就是它是一個3x3的color map 會發生什麼事情 如果我現在後面key 就是我剛剛那一行 我只保留前面三個色階 本來應該有六個 我現在只保留三個色階 會發生什麼事情 我只留三個色階 那這個時候 這個圖我一樣開著 當我按這樣enter 你會發現 這個顏色變得很醜 非常醜 為什麼 我們現在最多只有三階 所以在三以上 我們在三以上的數值 就是什麼四五六 通通都只貴到三 因為它只能允許最多 就顯示到第三個藍色這個level 可以吧 所以各位稍微試一下 你會知道 我們的色階定義要遵守幾個原則 你要有相對應的數值 你要這個 根底的這個數值 最大的只要是像match 那第三個就是 你必須最多不能超過250 那每一次我都要去check我影像的數值 是不是介於比如說一到六中間 不是很麻煩嗎 所以 剛剛我們所介紹的 image show 後面加上中括號 跟image sc 這兩個指令 就是自動幫你去automatic 去調教你這個 影像數值的範圍 所以各位最常用到應該就是 剛剛說的這兩組 大家務必要學會就是這兩組 第二組 image show 後面加上中括號 或者是image sc 這邊剛剛我們替換color map 是兩回的時候 color map只是對換你相對的顏色 但是image show 告訴你的是 它會不會幫你 這個中括號會幫你 然後我們自動做一個數值上的調教 那sc也是自動幫你做這件事情 OK喔 好 那最後這個 最後這一個m file 各位可以直接打開來看 以各位現在要直接學會怎麼去 以各位現在要直接去自己寫出來 是比較困難 但是我們稍微解說一下 各位應該會很容易了解 我們現在要做的事情就是 我們要直接create一個color map 這個color map 就是我剛剛說的這個方式 從黑色 漸層到藍色 再漸層到紅色 再漸層到黃色 再漸層到白色 我可以告訴你 他們各自需要用到的階數 就是黑色漸層到藍色的時候 用32階 藍色到紅色的時候 漸層用64階 然後紅色到黃色用32階 黃色到白色用128階 我們剛剛只是自己宣告6階 如果我先要你宣告滿256階 然後是以這樣的方式宣告 你要怎麼宣告 請各位開啟這個 我們開啟這個檔案來 Open 然後請你開啟這個 我們說 Image 然後color bar這個 就是各位剛剛打開來 試玩一下這個 前面我們都先不管 這個Image Resolution 它其實只用到一個方形 Image Resize 各位自己去HELP一下 它就是可以幫你做 當Sample 就是讓你去把影像做 比較低Resolution的一個重建 所以這個 各位應該不會用到 這各位自己的HELP一下就好 我們就可以看下面這一個 你會看到下面這一個 上面 上面這一個很簡單 你可以直接去看 比如說我現在有load 我先確保我有load 這個進來 FooterImage 點Mate 如果我直接去Key上面 我現在圈出來這個 第18到第20行 它在做的事情其實就很基本 就是我們剛剛說 Image 加上SC這個動作 而且我指定Color Map 你看後面放的是什麼 是Gray256 你會發現 Mate 它其實也有預設的一些Color Map 包含了哪一些 如果我現在開始替換這個Color Map Gray256 如果我先Gray不要256階 我現在給它 比如說5階 會發生什麼事情 你看整個影像 就只有5個Label 所以非常非常重 就是幾千到幾千 是一個顏色 會非常非常重 如果我先給它2階 會怎麼樣 更重 因為它只有黑跟白 所以這是為什麼我們需要 然後 各位常常在買電腦 或是買電腦 它會告訴你說 這個設計可以顯示到幾階 所以設計為什麼那麼重要 就告訴你 其實我們所看到的解像力 除了 Special resolution 之外 還有一個Gray Label 跟Color Label 的一個問題 如果我現在不要 Ungrade Mate 內建了一些不同的 Color Map 這個色表 比如說Jet 我剛剛說 Image 預設這個 比如說HSV HSV是另外一組 HSV 這個 所以它有很多很多不同的色表 你會發現根本就同一張影像 只是一直在 不同的替換 不同的色表 還有各式各樣的 這個你可以自己去Color Map一下 就是Color Map 你就會看到 它到底包含哪一些 這個色表 還有Hot 但是我們現在目的 不是要做這個 我們現在目的要先告自己的色表 所以現在問題之外 我們怎麼去兜那個 256乘3的這個 這個矩陣 那我們先簡單問各位 我只講一個漸層就好 各位應該 看筒就會知道 我如果要從 黑色 漸層到 藍色 我那個矩陣寫起來 會長什麼樣 如果我現在只好 黑色到藍色就好 像這樣 我寫在一個 寫在這裡好了 這樣應該看得清楚 會不會我頭擋住 會不會我頭擋住 假設我現在像是一個32階 從黑色到藍色 它應該是一個 32乘3的一個矩陣 沒有問題 從黑色開始 所以我第一個 弱一定是000 沒有問題吧 我如果要是 漸層到藍色 我最後一個弱應該要什麼 001 因為RGB 如果各位忘記 我把RGB寫在上面 這樣 所以 不一樣是E 找來是藍色 我現在做漸層 我現在只用到兩個Raw而已 我還有30個Raw要用 我該怎麼辦 大家可以想 我們在做漸層的時候 一定是顏色 慢慢慢慢的變化 如果我要從黑色 漸層到藍色 給各位一點提示 你看這個UI UI Set Color 我們剛剛在玩這個 如果你這樣做 我現在之前是黑色 我剛剛三個都拉到黑色這一條 現在各位盯著這邊看 如果我要從黑色 漸層到藍色 我要怎麼做 我就慢慢拉到它的數值 各位看 它是有漸層到藍色的感覺 這叫它漸層到藍色 所以就是說 其實你要做的是應該什麼 你要讓 根本我剛剛找到這條片 最後一個數值 我前面根本都還是0啊 我前面就直接點點點點點點點 都是0沒有問題 但是我最後一個弱 要慢慢地增 比如說 這個 0.01 0.02 一直地增 一直地增到什麼 這個 0.98 0.99 那這就是一個漸層 可以想像 對 當然這一定不對 因為這樣應該要切一百幾 但是我們是有三十二幾 所以大家自己處理一下 因為這每一個都應該是 一除以三十二 對 一除以三十二 所以這個 每一個間隔應該是 一除以三十一 每一次你要一除以三十 所以你有什麼寫法 如果我要 create出一個一乘以三十一的 這個間隔 我該怎麼做 對 cancel 我們最簡單的做法 就是這樣 0到 1除以 三十一 再到 1 這樣就可以寫出來 所以 倒數第二個應該是 0.9677 這不就是一種漸層 所以我們現在問題是 好 請問我要怎麼兜層一個矩陣 我要兜層一個 如果我剛剛自己所說的矩陣 那我就這麼寫 比如說 我現在這個cmap colormap就會這麼寫 我的前面 兩個column 應該全部都是0 全部都是0 所以我就用Zeros 既然都是0 我就用Zeros來宣告 我剛剛說我總共有三十二個r 所以我就是三十二 我現在幾個column 我現在有兩個column 這個column 跟這個column 這兩個column都是0 所以我一次宣告兩個column 我再兜上 最後一個column 要是從0漸層到1 所以我怎麼做 我可以這樣 就是我剛剛說的 0 冒號1 1除以三十一再到1 然後呢 要轉字喔 為什麼要轉字 因為我們說過這個 這個宣告 雖然會是一個 1乘三十二的矩陣 但是前面是三十二乘二的一個矩陣喔 你一定兜不起來 所以你必須把後面做轉字 1乘三十二變成三十二乘一 那這樣最後就會是一個 三十二乘三的矩陣 按下你的P錯 應該是等於的 走火入魔 然後等於 這樣 好 這才是我要的 我應該是把這個東西 而sine給CMAT 所以你看到結果就是什麼 你看到這個矩陣 它是個漸層吧 各位看得出來嗎 我從000開始 一路一直慢慢地增 我B這個數字一直到001 OK 那這邊告訴各位 你們會發現我在 code裡面寫的 完全不是這麼寫 我是怎麼寫的 我其實是用一個方法 叫做link space 各位可以help一下 L-I-N-S-P-A-C-E link space 它在做的事情就是 幫你自動做一個 這個切割動作 你可以給它x1 開始的數字 x2 結束的數字 還有我還要切多少個 所以我可以同樣用link space 給它從0到1 請它切32個點 這樣得到的結果 跟我剛剛用那個什麼0 冒號1 主以31到 再冒號1 是一模一樣的結果 所以我可以改寫剛剛那個 我那個看起來不太雅觀的一個程式 這個 我可以把它寫成link space 這樣寫成覺得不太直觀 所以我用function link space 我從0鍵程到1 天32個 記得也要轉字 因為它回轉也是一個 1乘32曲的 所以得到的結果 跟剛剛一模一樣 OK 所以 大家可以想像出來了 這個才32階 如果我後面要再丟64階 我要再堆一個64階 我要從藍色鍵程到紅色 我該怎麼辦 我只在寫一個 剩下我就不寫了 藍色到紅色我要怎麼堆 我只能寫在這裡 藍色到紅色 我現在64階 現在是64乘3 藍色一樣 最開始是001 紅色呢 紅色應該100 所以我現在要怎麼做鍵程 中間都是0不用動 但是 第一個color 我要從0慢慢地增到1 所以我就會怎麼0.01 1點點點到0.99 這樣 但是最後一個color 我要遞減 所以我最後會是0.99 點點點一直到0.01 可以吧 所以漸層其實就是這樣而已 就是 你就去試試看 其實你要做的事情就是 用lean space 跟zeros 去做一個堆疊的動作 那最後你要記得把所有這個曲陣 全部都堆成一個256乘上30的曲陣 這樣就可以 所以你可以去看程式碼裡面 為什麼這邊 各位可以看我們這邊 這四行 你看我四行 第一行我寫的是什麼 是black to blue 第二行我寫的是blue to red 第三行我寫的是red to yellow 第三行我選的是yellow to white 然後我最後再用color map 把這個cmap的曲陣丟進去 結果就會出來 所以如果你執行完 它應該就是長得像這個樣子 那 到這邊你會發現 調color map 是一件非常非常討人厭的事情 因為 就算是現在這個結果 其實是我自己私底下 花很多時間試出來的這個color map 你能不能有更直觀的方式去調整它 由 mailer有個指令叫做 在投影片上 這個 color map edit 其實你就直接在commit window上 如果你已經有開啟這個 這個影像前提一下 我剛剛已經開啟這個figure 3好了 我現在這邊打上 color map edit 有這麼長的 乖乖 有 按下去 你看它現在就會顯示出 for這一個 for這一個color map的一個編輯器 好 這邊你可以看到它上面有個拖曳的這個圖軸 你看它一路就是從 黑到藍 藍到紅 紅到黃 黃到白 所以現在這邊你可以做的是什麼 你會發現它有一個小小的箭頭 有沒有看到這個 你可以做一個拖曳的動作 比如說 我現在需要紅色多一點 紅色多一點 就是你要讓紅色所佔有的接觸多一點 所以 我就讓這個 藍到紅這個範圍縮小一點 這裡 我拖這一個 你看 你看 你看這個色表在變動 我現在讓紅色所佔有的範圍變多 你可以看到這個 影像 紅色的地方就會更多 再拖回來 紅色是不是比較少 拖過來是不是紅色比較多 所以你可以透過這個 即時的編輯方式 你可以去調整說 到底我這個色階 應該要怎麼去設置 會比較漂亮 所以你可以去拖一台 比如說黃色多一點 它就會長這樣 你設置完之後 你再去記下來 你到底用了幾階 因為你可以去看到說 這個 這個實際上 它是在第幾個index 你可以看到這邊 有一個 這個位置index 所以看到這邊是102階 所以我到下一個 129階中間 其實我就用掉了 用掉了129-102 再加1這樣一個情況 這個 講得比較衝突 因為這個部分 其實只有很少很少的部分 會用到 image這個部分 但是 未來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相關一些function 你都可以去help它 那 甚至以往一些gy 其實我們也會用到image display 你都可以去help一下 這些關鍵的function 好 這個大概是image的部分 各位有沒有問題 所以今天我們大概 稍微講一些 最常用的一些 資料的繪製跟影像的繪製的內容 那 特別在資料繪製 那邊有非常重要一些 一些 繼承概念 那這個繼承概念其實也是 沿用到image上 那這些概念 其實最後也會 沿用到 我們說 UI的object上 就是那些什麼 按鈕啊 什麼 slide bar這些 其實也都有繼承的概念 那 到時候我們會再 做詳細的介紹 那這些內容 大家有問題嗎 那沒有的話 我們就到這邊結束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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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